第26章 秘密吸烟者 秘密吸烟者应该归为轻度吸烟者一类 但因为秘密吸烟的危害性十分严重 所以专门用一章来讨论 秘密吸烟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破裂 我自己就曾因此差点离婚 当时我尝试戒烟已经三个星期 当然那一次的尝试最终失败了 之所以要尝试 是因为妻子担心我的咳嗽和喷嚏 我告诉她 我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健康 她说 我知道你不担心 但假如哪个你深爱的人 一点点的摧毁她自己的健康 你会是什么心情 她的话让我难以争辩 所以才决定戒烟 三个星期之后 我重新开始吸烟 那是在与一位多年老友吵了一架之后 直到多年后 我才意识到 那次争吵完全是我的潜意识在作祟 我绝不相信那是巧合 因为我之前和之后都从未与那位老友争吵过 很显然 那次争吵是烟瘾的作用 无论如何 我终于有了借口 吵完之后 我觉得非吸之烟不可 于是就点上了一枝 我不愿让妻子失望 所以就没有告诉她 最初 我只在没有人的地方吸烟 慢慢的 我开始跟朋友们一起吸烟 最后所有人都知道 我戒烟失败了 除了我的妻子 我当时十分得意 心里想 至少这样一来 我的吸烟量就减少了不少 妻子慢慢发现 我有时故意跟她争论 然后冲出房子 有时在门口的商店 买东西要花上两个小时 还有时原本应该和她在一起 我却编造理由 故意一个人离开 她最终拆穿了我的伪装 随着吸烟者 与非吸烟者之间的隔阂 不断地加深 越来越多的吸烟者 开始背着亲友秘密吸烟 秘密吸烟的最大危害在于 这样会加深吸烟者脑海中的 错误印象 让他们坚信 吸烟是一种享受 而戒烟则是剥夺这种享受 与此同时 秘密吸烟还会导致 吸烟者的自尊严重下降 因为他们不得不欺骗 最亲密的人 或许你也曾经经历过 或许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情况 我曾经经历过不止一次这样的情况 这就像是神探可伦坡系列电视剧 每一集都差不多 谋杀犯总是一个道貌黯然的有钱商人 相信案子做得天衣无缝 而且发现案子是由其貌不扬的可伦坡主办时 他的信心还会更上一层 可伦坡每次结束调查时 总会先关门离去 还没等凶手脸上的得意笑容消失 他又会推门回来 先生还有一件小事 希望你能解释 凶手开始愤怒的跺脚 从那一刻起 我们就知道可伦坡又取得了胜利 无论剧中的谋杀案情结有多严重 我总是同情谋杀犯 因为我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 每次秘密吸烟时 我都知道自己迟早会被发现 每次终于熬过几个小时的折磨 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溜进没人的车库里 一边吸烟 一边冻得发抖时 我都会想 这究竟算是什么 每次我都担惊受怕 他会不会发现 我藏起来的烟盒 打火机和烟头 会不会闻到我身上的烟味 明知道他迟早会发现 我还是一次又一次的犯禁 而最终他真正发现时 我虽然感到无地自容 却又暗自高兴 这下就用不着遮遮掩掩了 这就是身为吸烟者遭受的折磨